嗨 大家好 我是童文勳 好 我們今天在做造型 今天很開心 有兩位美女幫我化妝 我上一次做造型的時間 我從來沒有做過造型 我結婚的時候是自己化妝 你們在鄉下嘛 所以找不到這個化妝師 那今天呢 所有的顏色的定調 都是我的兩位小編 一個是童顏編 一個是童心編 幫我 昨天我們一起去逛街 找衣服 找薰草色的衣服 除了呼應是我的名字 童文勳的勳之外呢 那因為薰衣草的花語 我們需要創造奇蹟嘛 薰衣草的花語是 只要用力呼吸 就會看見奇蹟 好 我們開始吧 大家好 我們是海麗長的造型 我是教育總監海麗 我是技術總監美鈞 我們今天呢 要幫台北市長參選人 童文勳來做形象大改造 這是我們第一次做這樣的嘗試 童文勳他是一個律師 所以我對律師的印象是一個很嚴謹 很嚴肅的一個形象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要打破這個印象 我們要讓他女強人的那種感覺 稍微弱簡一點點 讓他更添一點 柔和一點的感覺 對 像我是負責妝的部分 我是負責髮型 我希望他看起來有堅定的眼神 但是我想要讓他更有柔和有親和感 那髮型的部分呢 我今天重點強調在於瀏海的線條 讓他是保留這種彎度的線條 還有後面的頭髮 包裹頭型的感覺 讓整體的線條感覺更柔和美麗 我們要直接進行 就是我們會有三套 可能更多的服裝 來去做一個大改造 那我們就一起來期待後面的成果吧 因為其實一個氣色要提升 黑眼圈是很重要 那台灣女生又有長熬夜 或者是鼻子過敏 可能就會讓黑眼圈很重 所以我們現在呢 先用橘色來做一個校色 那一般人可能就會直接拿膚色來去 直接遮 那這樣是遮不住的 我們一定要透過先校色之後 我們才可以達到後面輕薄的 來去修飾我們的黑眼圈 而且通常大家遮黑眼圈 都只會遮下面 上面其實呢 也很重要 因為其實是一整圈都是有黑眼圈的 所以如果你只遮下面的話 你就會覺得 欸我妝怎麼還是髒髒的不夠乾淨 所以我們的上眼皮啊 或是眼頭眼尾 然後暗沉的地方 其實才是重點 因為我們今天要就是表現的就是 讓它不要說很強勢的感覺 但是它有堅定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的眼睛的眼線 我就沒有用到這麼銳利的 譬如說線條 我反而用比較柔一點的質地 去取代它的眼睛的一個特色 但是它一樣眼睛會非常的 就是有堅定的感覺 但是它加了一點女性柔的特質在裡面 總之就是身體形象 讓它看起來不要那麼的剛硬 嗨 我是童文勳 代理港星 好 謝謝大家今天辛苦了 尤其是辛苦這個攝影大哥 為什麼呢 因為我喝兩瓶台皮一樣沒有用 他們很用力的逗我開心 逗我笑這樣子 那真的是謝謝大家 這是Alene造型團隊 今天幫我造型大改造 非常感謝兩位美女 好 我是童文勳 代理港星 謝謝大家